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某些原因吧 反正暂时还没走掉就这样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这次山楂糕不管做成功做失败 都不会有下一次捕捉了 因为聊天之后 喵嗓真的要走了 所以争取一次成功吧 那么来看看这次的材料 首先是这个 山楂果八百克 感觉是不是有点多 八百克是相当于两斤 诶 等等等 没让你们滚 好像真的有点多 单点 你们有这么怕我吗 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好 我们继续继续 山楂果 100克的白沙汤 是的 这次的材料就是这两样 没了 加油吧 至少看起来冰蜂蛋 妙逼的 让你们不管 那么第一步 先把山楂洗干净 洗山楂都会吧 就跟洗葡萄洗苹果 洗脸洗牌一样的 俗称清水出构树 第二步 把山楂去壶切碎 对 说的真简的 一句话而已 但是山楂好硬啊 应该怎么切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好像切的不干净 太浪费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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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没有这么切的必要 扔了扔了 啊 总之我们来继续切成这样吧 不要直接啃 真的很烦 这个进度 好像有点慢 重复作业 管理跳过 总算是切完了 耽误了不少时间啊 那么下一步 按照教程所说 需要用料理机打碎 看来 虽然材料不多 但是步骤还挺麻烦的 打碎了就行了吧 请大家稍等 听话好好工作 别偷懒 还是在空转 看来只能想办法了 是的 加水 只要混淆水 应该就很容易打碎了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 里面剁出来了 很多没必要的水分 一会儿还得熬干才行 好的 全部打完了 来继续下一步 按照教程的说法 下一步是过山 这样山山湖会更细腻 嗯 大概 写教程的作者 你来告诉我怎么过山 这么减稠的过墙 你确定过山了下去 根本一点都摔不出来好吗 逗我呢 看来只能拿出当前过山马拉戈壁 呃不对 玛格丽特小饼的功夫了 手动强推过山法 死防法 手段强硬 效果显著 安全低效 不二之学 唯一的问题是 慢 而且累 连续用力按烧子一个小时 你们不会想试试的 感觉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唉 如果有下次的话 一定要换个房子试试 洗洗爪子 准备下一步吧 煮果酱 打火 打不着火 啊 没错 人气又傲娇了 就是打不着 老师在苗藏需要的时候 罢工算怎么回事 难道又要退到明天 可是 苗藏已经没有时间了 等等 好像人气味还是有一点的 只是打不着 是不是可以 等一下 苗藏要尝试一下 苗藏在茶几的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最后一根火柴 因为苗藏不抽烟 所以打火机那种玩意儿是没有的 火柴还是以前停电点蜡烛用的 真的只剩最后一根了 不成功 变成苗吧 果然 苗藏猜的没错 其实并不是停气了 而是因为这会儿总用气量过大 导致燃气比较小 不过这点气足够了 然后把果酱倒进锅里 小火慢慢炒 当然苗藏这会儿想要打火都没有 差不多了 可以加糖 接着继续炒 看来燃气过的高分期已经正常了 不过这个小火应该正常好 就这样继续吧 苗藏刚才加了水 所以应该多熬一会儿把水熬掉 这个粘度应该差不多了吧 应该差不多可以进行最后一步了 平铺进烤盘上烤箱 教程说要用150度烤一小时 感觉这个时间有点久啊 没问题吗 相信自己 烤完之后 苗藏就可以去新家了 可以的 能行 人生 总是要有点波折的 不经历大起大落 如何见到更美的阳光 所以 其实苗藏的意思是 最终 还是我脱了 烤了一个小时的山沙糕 根本戒不下来 而且 开裂 外星难看 超级酸 根本没法吃 以酵成的量 要算烤了两次 结果都是一样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即使是每次做总结的苗藏 也想不出来 要说果酱不够细腻 是不可能的 明明过山那么费劲 要说水分太多 后来明明多熬了一会儿 而且又烤过了 要是说烤得太久 导致烤太干了 才接不下来 不行 真的好酸 反正苗藏是吃不下去 要是说烤得太久的话 来看看第二盘 从颜色节能看出来了 这次时间比较短 但是依然干裂 跟上一盘是一样的 想完整的接下来 是不可能的 苗藏这回是 头一次没法总结经验 就这么任由失败了 看 跟西纸已经站在一起了 之前已经说过了 不管成功失败 都没有不做的机会了 就这样给你们看 是不是遇到太不负责了 绝对不行 决定 决定了 等苗藏去新家之后 在新家再做一次吧 固然这次的失败 也不做总结了 因为苗藏打算重新换房子 这个房子的地址 就不给大家看了 等苗藏重做之后再说 那么就是这样 等苗藏去新家再继续努力吧 大家要等我哦 请继续努力吧 等会 也有请再结束 请继续努力吧 请继续努力吧 叻神明 你好,这里是双三 是的,双三已经到新家了 然后在这边超市没有山崖买,又从墨宝上网购了一些 然后双三换了一个房子,来重新开始做吧 这次妙桑只用了一半的量 450克山榨和200克沙汤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 削山榨的另一种方法 削进去之后掰开 或者是把山榨活剔除 都比之前妙桑那种动方法快 而且浪费的比较少 削完了 这次要快得多哦 这个方法的教程和之前的不一样 是要求先把山榨煮透 然后把煮好的山榨烙出来再打碎 这边再也不会有燃起傲胶的问题了 差不多在煮开之后煮了10分钟 然后依然用之前的料理机打碎就行 不过这个过程就不给你们看了 因为 不得不说煮透的山榨确实很容易打碎 因为自带水分 然后和之前一样开始煮山榨酱 然后和之前一样开始煮山榨酱 这里可以加点山榨汤 把糖化开 不过还有好多糖的 到底要是不是浪费了 都搭进去散了 然后多煮一会儿 把水分煮掉一些 差不多了 把之前的山榨酱倒进去吧 哦 坏了 水还是有点多 多熬一会儿好了 应该能行 只不过好像蹦出来的果酱有点烫 啊 这次和前一次不太一样 果酱沸腾会蹦很远 换个菜铲子吧 能不烫手就不烫手 哎哎哎 又开始沸腾了 哎烫 还是烫得到手啊 啊 算了 反正都烫习惯了 好了 这个年度应该可以了 嗯 防疫措施还是需要的 看来还是不完美 以后需要再试几次 那么跟之前一样 把果酱倒进去 抹平 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烤盘放回烤箱 猜怪 这次放的其实是通风扣 没错 这次和之前最大的区别是要自然晾干 放心 男性会帮我盯着的 大概需要晾三天 那么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吧 好了 来看看成果吧 来看看成果吧 将吃了近两周的制作过程 终于要结束了 小墙 呃 小电视先拿走 那么这次的制作就是这样啦 其实这次做的还有问题 但是起码妙方找到的问题在哪儿 是的 可以卷成山楂卷 但是你们又没有觉得这个卷太大了 如果只是当山楂糕的话 那么切块就已经可以了 如果要是想卷起来的话 这个就有点厚了 那么来看一下详细情况吧 小块的山楂糕变脚料 然后看一下这个山楂卷 拆开你们就明白苗桑的意思了 看吧 其实卷得并不是很成功 对 一个原因是太厚了 卷起来会断掉 另一个原因是 因为太厚了 所以量干很慢 三天根本不够 可是苗桑不想再让大家等呢 看一下这个厚度 呃 其实苗桑买的山楂还剩不少 回头苗桑可能会自己重新 再试着做几次试验一下 如果有新发现的话 会发在微博的 就不录视频了 其实说起来 要是不卷起来 全做成片的话 唉 其实也挺好看的 总之 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了 等一下 是不是编较料越来越多了 嗯 说了半天还没试读呢 试读就用编较料吧 反正都一样 其实仔细看的话 凝固度和颜色都还不错的 那么来尝尝吧 感觉还是有点酸 档的放凉还是不够的样子 不过已经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还不错 一秒档的口味 下次还要再加一百克糖才行 总之味道还可以 值得一试 还不用烤箱 就是比较耗时间 这样做的话 一定不要做这么厚哦 棒棒哒 对了 碳薄一点亮得还快 真的 完成 那么这次的制作就是这样啦 呃 以后蜜虎暂时不会上镜了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 以后就用小电视好了 南雪也是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吧 对 这次真的是好久没见了 来 撩个脸 这伙倒是去哪都无所谓 咱新家也是和以前一样 没变化 唉 说起来 南雪是带过来了 小米可就麻烦了 嗯 小米目前还在旧家呢 带不过来 因为新家太小 笼子太大 没有能种下他的地方 所以只能家里蹲了 而且喵桑也不会把小米送给谁一样的 一点也不放心 好在龙猫身边即使没有主人才也无所谓 所以就拜托了外婆 每隔几天去天凉天草换水 估计过段时间喵桑会回去一趟 到时候再想办法吧 还是仓鼠好 又小又乖 天气也是慢慢冷了 不知道大家那边温度都怎么样 降温的注意别冻着 家里有宠物的 也注意一下别冻着小家伙 嗯 还难的 当我没说 南雪起小电视点AVI 哎呀 起不住吗 啊 散了散了 对了 南雪你要不要评价一下山沙糕 没让你评价小电视 那个不能吃 哎这个 嗯 让你评价没让你吓嘴好吗 呃 不过我大概知道是什么评价了 看起来还没来得及动嘴 还好还好 来 作为奖励 给你那么一丁点吧 你的肯定就是对我的鼓励 棒棒的 好了 那么这期 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嗯 下期的话 还是时间未定 根据喵桑的稳定程度 再说吧 大家拜拜 嗯 总之这次应该不会搞那么久了 只要确实还没稳定 连这个餐桌都是刚买的 之前录的时候 其实是在茶几上 怎么说呢 喵桑为了这期视频 已经拖了好久 没去单位报到了 接下来 喵桑打算先去单位看看 再试情况决定更新时间 那么就这样了 大家下期见 你走 就不跟你吃 最后求个硬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晚安安呀 晚安安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